大家好,我是石黎安康米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家咖啡馆 叫Luzed Coffee House 我称它为疗愈咖啡馆 在多伦多东区华人街上 有一条街叫Broadview 它有一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 叫百老汇 在这条街上有一个公园 是以孙中山为命名的 叫中山公园 在这里你可以眺望远处的 繁华的城市风景 在这公园的正对面 正好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家咖啡店 那为什么我称它为疗愈咖啡馆呢 这家店的甜点 是每天都换不同样的品种 它的商品陈列 还有商品的品种 其实跟其他的店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整个店的布置 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 但是让人感觉是很cozy的 我每次来这家咖啡店 主要是冲着这两位店员来的 男孩子是中国人 女孩子是日本人 和他们可以用我最擅长的语言来交流 同时也让我回味日本人的热情服务态度 我最喜欢坐在最里面的旧沙发上看书 看累了也能眺望一下窗外的街景 这里最疗愈的是日落西城的美妙绝伦 坐在前面的17岁的男孩 特地从当趟赶来 希望美景能够冲淡自己的烦恼 在国内的父亲 希望他能够回国 只成副业 事业成功 而他呢又渴望自由 他问 月亮和满地的六遍事 我该如何选择呢 我对他说 选你自己所想的 一个17岁男孩 能够如此深刻的思考问题 相信他的将来一定会不错的 今天的美景 也一定让他的心情舒缓不少吧 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